大家好,我是胡胡骑射 这次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特辑 把NPM04同等级大小的LT系列目前推出了两款 跟NPM04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 我手上的这一款NPM04呢,是没版 而且是所谓的初版,是没有所谓的修正的版本 但是呢,在经历过我大概50多次的变形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车头密合 这个地方也可以密合 烟囱也可以卡进去 那给各位看一下,后方的卡扣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车子的这个挡立板这个部分 都是有卡进去的 给各位检查一下啊 这一侧烟囱一样都是 这个没有完全密合 但是它也算是放进去了 前方车头都没有崩开 这个滚动性来讲的话呢 也是正常的可以推动 OK 所以在经过反正大概50次左右的变形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解锁 变成完成体的NPM04 所以呢,有些人可以变形到完整呢 其实是真的有可能的 只是可能要请工厂的大妈下次变形50次之后呢 再出货 可能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美完整的官方版的NPM04了 那也由于呢,它的一个这个密合度呢 出了严重的问题 导致于它现在的价格呢 一路崩盘 台湾最新的一个低价呢 是1200块钱台币啊 这个已经比KO的版本都还要来的便宜了 招踏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其实这一款官方原本的模具呢 还是最耐玩的 那当时呢 很快没有多久就推出了一个LT01号的这个版本 那么我首先的话呢 先这个玩具其实我入了很久 那这个兵器我先拿下来 因为它这个兵器呢 扣在后面呢 它是有上音器 那这个插孔的话呢 就变成是有一点 这个插不太进去 而且会有一个吊气 我就先把武器拿下来好了 那它是附带了一个双刀 那整个武器也是有上音器的 相较于原本 这个官方的版本是没有 我干脆把武器都给拿下来好了 这个武器的部分 就反正配色涂装是有一点不一样 各位明白就可以了 武器也变成了双刀 我给各位对比一下 这两个版本 这当时虽然有入 但是没有给大家拍影片 因为当时它的一个灾情比较惨重 但是因为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正常的版本 这个时候拿出来 这个拍这个影片的话 跟人家说我的没事 那感觉是有点冒险 我还是比较怕死的 对不对 这个 就是同等级大小 非放大版本的话 其实我个人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款的涂装 应该是最精细最好看的 那它的一个蓝色的话 各位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塑胶的蓝色跟金属的蓝色 红色的部分也都整个都有上烤漆 这个火焰的部分的处理 也是非常的优美 包括上方这个白边 火焰的白边更加的显眼 上方也就是有这个镜面处理的效果 这个光泽度是没有话可以说的 那至于它标榜了一个车头跟烟囱的密合度 以及这个地方不容易出白痕 这个都是有达到 它当时宣传的一个效果的 后方挡泥板的这个反光的部件也是很漂亮 但是呢 这种漆面有一个很大的坏处 就是它非常容易张灰尘 很容易我上面就有一层灰在上面了 才放个几天而已 可能这几天 刚好风沙又比较大 我窗户都习惯打开啊 这上方就是灰尘 沾黏的程度会非常的吓人 那它的一个 这个烟囱的这个部分呢 是在于说呢 它的这个烟囱呢 它是有多了一个 类似于是倒沟的一个设计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它这里变成了是一个倒沟 官方的话就只有凸一截出来 但是呢 它呢 在这个地方呢 做出这个倒沟之后呢 你把这个烟囱由下往上 然后跟上方就卡住 倒沟之后呢 它就会非常的稳固 它除了可以让烟囱本身密合之外 对于车体的上半部 跟下半部的一个咬合呢 也是提供了直接性的帮助了 所以一个 很大的一个小改良点 但是又带来很大的一个效果 那除了涂装不同之外 它还有一点很好辨识 就是它这个车窗是黑色 这也是目前 呃 推出的这几款里头的辨识度 最高就是它的一个黑车窗 这一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加分的 那如果像这个黑曼巴的那个版本 算放得很大 照片看起来涂装的话 几乎跟它都一样 但是唯有它是黑色的车窗 黑曼巴那个版本这个车窗还是白的 所以以照片来看 尽管涂装非常类似 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个区分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主要来讲这个 因为最近太多童话问我这一款 这个所谓青花瓷配色的一个版本 其实青花瓷我也不知道到当时 这个LT推出的时候 有没有标榜是什么青花瓷配色 什么的 青花瓷是我自己当时一开始 看到我就有这种感觉了 就这种蓝白配色 连武器的这个 透明件呢 也变成了一个水蓝色 非常漂亮 我觉得挺优雅的啦 挺优雅的 那它的一个涂装来讲的话呢 整个变成了一个白蓝的一个配色 首先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是它的一个火焰纹 它的火焰纹呢 不是白色的边 当然不能白色边 但它也没反过来变成那个黑色的边了 而是一个内部是深蓝 外方是一个浅蓝 你也可以说它是慢慢虚化掉的一个配色 那这种处理的话呢 也是挺漂亮啊 有这种淘漆的一个感觉 我不是说淘瓷漆啊 不是那个淘漆啊 这个上方的这个光泽呢 也是镜面的处理 就感觉就是确实是有那种瓷漆的那种感觉 那它呢 因为这种呢 它并不是白色的塑胶件 而是一个烤漆的一个处理 那至于这种处理会不会 年代久远之后呢 会不会有一个发黄啊 这种泛黄这种疑虑的话呢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这里刚刚没有变号 把它扣进去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白痕应该也是看不出来 因为它这个 其实它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不是说因为它是白色的 是因为它这个漆上的 其实它有点厚 你真的有白痕恐怕 也是在里头包住了 那它的这个烟囱的一个设计一样 跟这个LT02是完全一样 它是LT02W 这个扣的而且更紧 这一款的一个整个关节的一个咬合度 我觉得是所有里头最高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漆最厚 所以卡起来的话呢 会非常的密合 你在车变人的时候呢 也会略显感到吃力啊 就是各种的一个紧啊 加上它的一个白色的漆 真的是稍稍偏厚 我这一款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肩甲的部分呢 有去刮到 待会可以给各位做一个 那个锈这个伤口给你们看 那这是我唯一还没有办法扣得很密合的地方 就是这里 那这一侧的话呢 再稍微往上推一点 应该也是可以把它给压起来的 这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小裂缝什么的 这个调整一下也就行了 这盐囱啊 再把它给拉出来 那至于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推车也是很OK的 那整体的做工来说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那最主要的改良点 还是相距要于原版 主要还是这个烟囱 这是我觉得改最多的 那至于车头的密合 应该现在如果你有正版的话 你玩这么多次 应该车头都是可以密合了 主要是这个烟囱 可能还是比较恼人的 啊对了 它的这个车窗变成了是一个水蓝色的 也是一个比较可以辨识的地方 变形的部分呢 就不用再做示范了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 主要是在漆面的保护上要特别小心 毕竟全机都上射之后呢 把玩起来就要特别的小心 那我顺便提一下啊 一直有朋友跟我说呢 我这个肚子这两个的这个插孔呢 是一直没有扣进去 我发现我真的过去以前的MPM04 从来没有把它变形到位啊 这也是很糟糕对不对 那么这一款是原本的 这个官方的一个美版的配色啊 就是当时蛮多人抱怨这个涂装的各种脱工减料 枪手 这个就不提了啊 这个轮胎的话也是硬的一个塑胶 那后面两个的全都变成软塑胶 以及这个更多人抱怨的是这个油桶啊 这只有上一半的漆面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LT02吧 这个标准的一个新的一个进化版的涂装 这个整个的一个精致程度是有一个蛮大的提升的 不管是红色或者是蓝色的部件 这个也不再是原本的一种塑胶的蓝色 而是上了一个金属的一个蓝色 那本身关节的紧实度会变得更加的偏紧 然后呢 这个头部的这个替换的这个面罩的部分呢 也是完全都有保留住的 并没有特别做一个省略 转动起来呢 我手上这一款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转的时候还是特别是小心 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关节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都是变成是比较偏紧一点点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口罩的一个面部 那涂装有增加一些 那黑色的车窗啊 这个胸型就是看起来会比较不一样 那武器的话呢 因为是配置的双刀 你也可以让它使用一个双刀 那这个一些漆面的部分啊 像这个整个后方我们来对比一下吧 这个原本官方的涂装 VSLT的涂装 是不是看了之后有一目了然的感觉 以及呢 刚刚在车型下忘了去提的啊 这个LT的这个轮胎的部分呢 是一个橡胶啊 但是呢非常的硬 有时候呢 拔不太起来像这个 这个比较好拔 还是可以扭曲扭的动的 但这一款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 只能算很紧了 那你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橡胶胎啊 知道就行了 那这些细节手臂这些部分的一个 漆面的一个处理强化 都是整个是变成是一个 呃 说直白一点了 就是变成一个精涂的版本 那实际的效果各位也都看在眼里了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部分的来讲这个 所谓的青花瓷配色 不管你是要说它是 Ultra Max配色也行嘛 反正是一个蓝版的一个配色 看上去有没有更好看呢 别有一番风味了啊 可能据说是当时有明友对这个模具呢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配色 然后这个厂家就把它加以实体化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白色 还有红色火焰的组合 再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火焰是一个蓝色的 一个浅蓝色的虚边了啊 浅蓝色的车窗 还有这个金色的这些点缀 整个看起来有没有白马王子的感觉呢 哎 我是不清楚了啊 但是我感觉它是变了一个人的感觉 那一样是有一个替换脸部的一个装置还是有的 我们也还是给 虽然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漏嘴版本的 那一旦变成白色的话呢 如果要脑补它是Ultra Max的话呢 那是更应该要漏嘴了啊 老马都是一个有表情的 有嘴巴的啊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原因 包括Megatrol也是一样啊 我都比较喜欢漏嘴的家伙 这个一样是感觉是比较偏紧 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口罩的一个面容 哎 还是漏嘴可能会再好看一些 那刚刚有提到说的这个地方啊 你看到吗 两侧都有 两个地方 因为这个打光的关系 白色的话 这个白平衡不好抓 这两个地方都是变形把玩的时候呢 不小心去弄花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 嗯 这个能不能避免 我觉得是看运气了 看运气了 我的话是 虽然我已经很小心但我还是始料未及 没想到会在一些地方去发生一个磨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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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LT目前02跟02W以及官方美版MPM04的一个简单的小对比 基本上改良的就是一个烟囱可以卡的紧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进步 那车头的密合的话呢 这个是练习一下 也就官方的也是可以做得到了 那其他就是全部都是在涂装上面做文章 原本的这一种 呃 深灰色的部分呢 在LT两款身上的几乎全部都变成了银色 那一些原本黄色的涂装可能会变成一个金色 那再来就是它的一个 原本的一个塑胶的蓝色 在LT的时候呢 变成金属蓝 那在W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白色 整体来说 如果你要偏重把玩手感的话 还是以官方的模具是最适合的 这两款因为涂装加多 漆变后的关系 你在部件的推移上 增加了非常多的难度 说到底呢 就是看你是偏重把玩还是展示 或者是你要有一个把玩 有一个展示 也是OK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给各位做这么一个简单的MPM04 同等级大小的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的产品的一个相互比较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